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特别节目 让青少年远离毒品即将播出 敬请收看 想到恶魔或者是白色幽灵 想到毒品对生命的毒害 可能大伙都知道什么是毒品 但是这毒品到底是怎么毒的 就不是特别清楚了 今天就会有十个被救助的孩子到北京禁毒教育基地 去了解一下 这毒品它究竟毒在了哪里 张坤16岁来自河南 陈鹏16岁来自四川 两个孩子都是北京关爱之家救助的流浪儿童 今天张坤 陈鹏和另外八个孩子 究竟要怎样近距离地了解毒品知识呢 瞧 刚一走进北京市禁毒教育基地的展厅内 映入孩子们眼帘的就是一组照片 照片中的吸毒女叫阿丽 16岁在发廊打工时被强制注射了海洛因 阿丽曾经主动戒毒 但后来还是没有抵御住毒品的诱惑 原本美丽健康的阿丽变得瘦不临寻 最后终于下落不明 大家为什么那么瘦啊 好 这个问题非常好 那为什么这个嘴嘴这么瘦呢 就是因为啊 当时就是他吸烂毒之后呢 会影响他的消化系统 那这个人呢也就说 也会使他的一些免疫功能下降 有的人很能力生病 而且他是没有食欲的 那这个时候 只要给他提供毒品就可以了 他可以不吃饭 看得出 孩子们对于毒品 几乎一点也不了解 讲解员张杰告诉他们 阿丽所吸的海洛因 是我锅毒品市场上的主要消毒品 毒性极大 成瘾极快 甚至只吸一次便可成瘾 而且很难彻底戒断 目前世界各国戒断率 普遍在5%以下 海洛因成瘾者一旦停用 甚至几小时不吸 就会痛苦至极 痛苦欲生 十名孩子被眼前的一目惊呆了 吸毒不仅严重损害身心健康 还会产生更严重的后果 这后果究竟可怕到什么程度呢 一个由广东省公安厅 刑事技术中心的工作人员 在化验室里做试验的短片 让孩子们目瞪口呆 画面中的小白兔究竟遭遇了什么呢 这是两份冰毒的这个水溶液 水溶液它每一份里面是含了20毫克冰毒 究竟什么是冰毒呢 它有什么危害呢 冰毒 纯白色晶体 毒性剧烈 吸食过冰毒的人都有好动妄想 精神错乱的表现 它吸力都是那好奇迹 要是遇见平时不该发生的事 就像好奇迹和好奇迹就是 有一次是连续15天嘛 都没有睡觉嘛 躺在床上也是有幻觉啦 睡不着啦 平常 平常做了几次啊 要拿什么东西啊 一回过头了又忘记了 就失业了 工作人员拿冰毒的水溶液 要做什么试验呢 那么我们今天呢就是 其中一个处子 我们要把它全部注射进去 一个只注射一般 那就是说一个处子就是10毫克 一个处子就是20毫克 一个处子就是20毫克 这只用来做实验的兔子 注射冰毒后 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小兔子在不断地蹬腿 它会发生意外呢 已经死掉了 已经死掉了 对了 特别恐怖 太震撼了 20毫克冰毒 就夺走了这只小兔子的生命 这让孩子们感到非常震撼 其实按常规推算 20毫克冰毒能使兔子出现 比较典型的中毒中毒症状 但不会死亡 这突如其来的死亡 是因为兔子个体差异的不同所导致的 据了解 有的人首次静脉注射10毫克冰毒 就会死亡 而我国奖获的美丽摇头丸中 冰毒的含量有的近高达30到60毫克 长期使用冰毒摇头丸等新型毒品 会严重损害大脑心脏 对中枢神经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害 张坤和他的伙伴们都处在16岁左右的花季年龄 为什么这么早就对他们进行禁毒教育呢 在我国公安机关登记再测的吸毒人数为100万左右 其中35岁以下的青少年竟占了77% 初次吸毒的平均年龄竟小于20岁 最小的吸毒者仅为8岁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青少年吸食毒品呢 王大伟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 常年研究青少年安全教育 青少年吸毒啊 他呢有很多方面的原因 一个是他自己呢生理心理的不成熟 第二呢 外面的诱惑又特别大 那么好多孩子呢 也是抱着一种尝试和好奇的心理 但是他们不了解他的危害 所以呢 比成人呢更容易就是走上吸食毒品的道路 为了让前来体验的10个孩子能够牢记吸毒的危害 讲解员张杰特意安排了一个很刺激的体验 小家伙们会有什么感受呢 张坤先通过电脑照了一张没吸毒前的照片 那么吸毒一年后他会变成什么样呢 吸毒第一年脸明显消瘦 还会长一些斑点 吸毒三年后张坤会变成什么样呢 吸毒第三年脸又瘦了一圈 而且长出一些皱纹 吸毒五年后张坤会变成什么样呢 吸毒第五年脸上基本没肉了 满是皱纹和半点 那吸毒八年后张坤会变成什么样呢 吸毒八年后冷戴的将是死亡 瘦 越来越瘦 我记得我现在够瘦的 这样的还能变那么瘦 可不可判断呢 太刺激了 现在如果有毒品摆在你面前 你会选择吗 不会 那你怎么办 跑呗 虽然只是一个体验游戏 但是却让张坤和其他九个孩子 认识到了毒品的可怕 这几个小家伙怎么跳进舞来了 这禁毒教育基地里 为什么会有舞厅呢 这里其实是个模拟舞厅 舞台上跳舞的是一位志愿者 安排这样的舞会 会不会去讲解员别有诱心呢 好 大家猜一猜 如果一个人使用摇头案之后 他们最长的时间 可以达到多少个小时 四五个小时吧 八个小时 十二个小时吧 一天一夜 刚才大家说的答案里面有正确的 那最长的时间呢 可以达到十二个小时以上 不间断摇头 如果大家有机会去这种舞厅 看到像刚才这位姐姐 这样的摇头的状态呢 那这个人应该就是使用了摇头丸 那么这个时候 大家应该做出一个判断 就是这里面不干净 有毒品的侵袭 下面我们就一起认识一下 什么是摇头丸 摇头丸主要成分是 二亚甲鸡 双氧本饼鞍 外观为圆形等形状的片颈 有多种颜色 西市人员以青少年为主 有的因为好奇追求时髦 但是一步之差 往往追悔磨叽 摇头丸有强烈的兴奋和置换作用 过量服用则可造成猝死 如果碰到有人给你这种小东西 可千万不要当成糖片而使用 你看了刚刚体验过的模拟舞池 孩子们可是心有余悸啊 诶 她们就在那干什么呢 烟 水果 红酒 别看她们眼前摆满了诱人的东西 讲解员章杰可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啊 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白色拓盘里面 放的是一些粉末装的物体 有没有哪位同学想去尝试一下 它是什么样的味道 这盘子里的白色粉末到底是什么呢 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大家敢轻易尝试吗 诶 还真有人跃跃欲试 她们怎么一点戒备心理都没有 那现在是什么原因让你们想去尝试这样的吗 我想知道这是什么味道的 不知道有什么特别的感觉 我觉得很好奇 想尝试一下这是什么味道 这几位举手的孩子全部出于好奇心理 难道他们就不怕这盘子里是危险的东西吗 瞧 陈鹏还懂真嗝的了 看来味道不怎么样 它吃的到底是什么呢 这里边放有的呢 就是盐和糖的一个混合物 当然不是毒品 那这位同学的 他的行动呢是非常危险的 所以说在你的平时这个生活中呢 如果有人去引诱你去尝试这样的动作的时候 你一定要去拒绝它 不要去尝试 那这里边模拟的是K粉 学名绿暗铜 是一种白色结晶性粉末 无锈易容于水 是一种很危险的致幻的毒品 具有一定精神依赖潜力 K粉具有兴奋和致幻的双重作用 一般人只要足量接触一次即可上瘾 另外K粉还会让人产生性冲动 导致许多未成年少女失身 所以又称为迷肩粉或强肩粉 新型毒品K粉的危害如此之大 那么我们该如何记住它的特征 并远离它呢 第一 它的颜色和形状 类似于我们平时吃的盐 第二 吸食K粉的人 都有一个相同的动作 这个动作是什么呢 他们是通过瓶颜膜吸收的 那只要你们看到这样的动作的时候 就要注意了 这个地方是不干净的 那这个时候你们做的 应该是迅速地远离这里 不要在这里逗留了 看得出来 这十个孩子对于毒品的了解 几乎为零 那他们十个人 进入到了北京关爱之家以前呢 都曾经在街头流浪过 因为缺乏父母的管教 所以在步入社会之后 就可能会比别的孩子 更容易误入歧途 所以通过我们今天的体验 我们也希望他们能够 对毒品有一个最直观的认识 那接下来呢 这十个孩子还将有哪些身临其境的感受呢 对于摇头碗 K粉 冰毒等新型毒品 看看张坤找的是什么 冰冰瓶 你一会觉得哪样东西会出现毒品呢 香烟 张杰呢 瞧 他只本这瓶XO 陈鹏更是把连灰缸都揪了出来 他们找的这些东西 对吗 大家各位同学指的一般都是一些器皿 比如说像这个瓶子呢 是溜冰瓶 是用来吸食新型毒品冰毒所用的 那还有像这个酒里边 也就是说饮料里边可能会摻有一些毒品 当你的饮料离开你的世界的时候 这个时候就千万不要再喝了 因为可能有一些人呢 会往你的饮料里边放一种毒品 那还有像这位同学说的烟里边 也可能会摻有毒品 像大麻 海洛因这些 此外 这些水果和食物中 也极有可能被摻有毒品 陌生人给的东西最好不要吃 许多青少年在好奇心和追求时髦的趋势下 勇敢而盲目地迈出了危险的一步 真正的要做的工作是在校园 重点是在未成年人 所以呢 认识毒品 认识毒品的危害 整个社会齐抓共管呢 把保押在预防上 这是我应该是我们预防吸食毒品 打击吸食毒品的一个关键值所在 王教授说 在农村 辍学逃学 以及缺乏父母关爱的留守儿童 是青少年吸毒的高危人群 而这些人群一旦吸毒 就有可能走上犯罪的道路 这些吸毒者的未来在哪里呢 直播 北京关爱之间的几个孩子 已经在体验了 诶 他们这是来到了什么地方呢 都是毒品 怎么会有这么多 标有毒品名称的海洋球呢 让孩子们走这里 到底寓意着什么呢 躲过来什么感觉 嗯 像的吧 无数个半小时出现了个脚钱 我躲过一个又一个 我还是没有躲过 最后把我们全部清死掉 好 那刚刚我们很幸运啊 与这个毒品擦肩而过 我们已经用幸运的走出来了 那么在这边呢 还有三种命运等待着大家 首先呢 就是一张停尸床 代表的就是死亡 旁边有两个房间 一边是球 一边是戒 那现在就给大家 零秒钟的时间 大家自由选择自己的命运 我倒计时 5 4 3 2 1 9 你知道你的解决是什么吗 小哥 抬头看看头上 球 一旦吸毒 就将面临着坐牢 戒毒 和死亡 三种命运 虽然是误选了 求这个模拟房间 但是 调皮的张坤 还想试试 在牢房里待着 是什么滋味 最后 张坤还是强力要求走进戒毒这个模拟房间 其实 他和参加体验的同龄人都明白了一个道理 无论做哪种选择 都不如选择远离毒品 最近这几年按照这个总书记的号召在全国范围里开展了为其数年的禁毒人民战争通过我们的宣传通过我们的教育 挽救或者阻止了更多的老百姓或者群众被裹进吸毒的这个群体里去 毒品解决好关系到民族的存亡国家的兴衰 说实话我也没有看过如此全面的知识介绍哈 对于这些孩子们来说真是上了一堂非常神动的课 我想这是因为很多人不知道毒品的危害 所以一旦接触到毒品的时候也不知道如何去抵御 所以呢我们让青少年了解相关的知识是相当有必要的 其实在626禁毒日来临的时候很多地方都有相关的一些教育展览 我们也希望家长能够带着孩子们去看一看更好的做到 远离毒品 珍爱生命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明天请您继续关注626禁毒日特别节目的第二集 特殊的激毒明星 好了我是李斌生活五六七和你在一起 我们明天再见 这支特殊的激毒队 是我们的搭档也是我们的战役 搜毒犬是如何训练出对毒品的敏锐嗅觉的 他对我是又爱又恨 看看这一岁半的激毒犬 到底能不能把这个毒品给搜出来 生活五六七国际禁毒日特别节目 特殊的激毒明星敬请收看